好来看娱乐新闻 凭着歌曲阿拉斯加海湾 在短视频平台抖音 取得超过6亿次播放率的 唱作歌手菲道尔 今天带着全新的创作专辑 人生起起 落落落落落走进了校园 那菲道尔说 这首新单曲的创作灵感 是来自于新冠疫情期间 所面对的迷茫和领悟 各种事情的心情写照 好我的人生起起 落落落落落落这样专辑呢 其实它里面涵盖了 很多很多我这两年 所经历所领悟的一些感受 或故事 然后从音乐上的故事 然后再到感情上的故事 然后再到可能疫情啊 这两年有MCO啊 等等的一些领悟 好菲道尔今天到 寒江传媒大学学院 举办音乐唱谈会 并且唱了多首的创作歌曲 从出道以来啊 菲道尔就一直选唱中文抒情歌 他说希望能够尝试更多的曲风 也希望呢 今后有机会到国外开办音乐会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 他的创作歌曲 至于由他包办词曲创作的 阿拉斯加海湾 在抖音上突破6亿的点播量 是否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呢 菲道尔说不会 因为他觉得要做好音乐 通过创作打动更多人就够了 点播率的数字 不会影响他的创作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